幻距,走后驾驶大幅上升,警察局加强执法 今年节日期间,加州的受影响后驾驶案件大幅上升 在圣诞节期间,加州国速公路巡警CHB 在102个小时的执法行动里面 拘捕了涉嫌受影响后驾驶的1166人 并有47人射于交通意外 对比上一年同期的死亡人数,上升了大约三倍 三藩市警察局在今天发出警告 宣布将会在12月28日至新年1月1日期间 镇压警力,加强DOI的执法 执法部门会在路上设置更多的检查点 检查事业走后驾驶的车辆 三藩市警察局长William Scott在新闻稿中表示 无论你是在家或者是酒吧 只要喝了酒,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是为路上的其他车辆负责 另一方面,三藩市警察局也表示 这次执法行动不只是针对走后驾驶 药物,带麻以及处方药 也是重点检查 CHP也被出以下的指引 首先,在和亲朋好友喝酒之前 先指定一位清醒的驾驶者 第二,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的士或共乘车 第三,如果喝酒之后 亲朋好友要开车 请拿走他的锁匙 并安排他安全回家 第四,路上忽现行为可疑的车辆 请拨打91举报 因为你的举报或者会拯救一个生命 天下卫视记者,雷权感报道